大家好,今天薛亮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贾琳的热辣滚烫 我知道这个电影在中国获得了很高的票房 我终于有机会看了一下 然后看完之后我还去豆瓣打了个心,打了个四心 可能很多人觉得特别不能够理解 大家可以去豆瓣关注一下同名,看看我的理由是什么 我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家薛亮 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 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 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 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的随便说 所以说错误说的啰嗦地方请您见谅 特别是今天时间非常的仓促 跟大家非常简短的去更新一期 我总是觉得说这个电影当然不是什么好电影 从作为一个喜剧可能也是不是特别的及格 但是它有一些东西还是让我觉得 我相信和很多人一样打动我们的东西 是因为贾琳本身的这种变化 这种变化实际上是不容易的 即使是放在我很反对 就是豆瓣上有一些人说 这个它是一个什么资本家 或者资产阶级的一种减肥方式 所以你这么多人去帮助你去减肥 然后你还这么多人把你拍下来 多荣耀的一个事情 对吧 好像这个事情有了钱就特别容易能够做 我不觉得是这样的 其实说生命的力量 谁不是一条生命的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 他有钱他有权有势的这样的一个眼光去看待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就太狭隘了 就是说我们必然的会被他这样的片尾的 你甚至可以说有一点点无节制的这种 甚至有一些炫耀式的这种自我成功 但是他是不是有力量 这个我们我们得诚实的承认 就是说他做了一个非常难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他那个不节制 我相信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很多观众的需要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电影拍出来 我相信他确实是为什么能够这么高的票房 是因为他确实能够满足人们的一些需要 那这个需要当然不一定是一定是健康的 但是这个服务观众的心 我是觉得贾玲一直是做的是比较好的 他也许不是一个特别深思熟虑的一个电影作者 他根本就不是 我相信我们从他的这样的一个对角色的描述也好 他从我是李幻音开始表现出来这样的一种价值取向 就是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 就是说以这个电影里头的角色也看 虽然这个角色本身非常的还是扁平 特别是在影片的前一个小时的时候 你不觉得这个贾玲眼的这个角色有任何深度和层次 就是说他就是一个非常上的一个状态 他就是没有信心 不知道怎么与人交流 但是其实人是很复杂 即使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喜剧仍然可以通过更好的剧作去表达去表现的 这很遗憾的 就是说这个剧作本身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深度 然后当然剧作有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是首先我真的觉得这电影太长了太长了 所以完全可以再剪剪掉半个小时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更好的 那有一些即使是那么高光的时刻 也可以再稍微收敛一点 这个稍微有时候看的有一点点尴尬 特别是他这个军练成功之后 这个从这个门走出来 我知道这个当然对于剧组来讲 对于贾玲本人来讲 这个时刻弥足珍贵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的片尾的纪录片也看到 就是说他自己也会觉得说 那一刻可能心潮澎湃 可是就是这就是你做电影 你还是要服务观众的话 你应该是有所节制的 那个镜头沙姨和那个另外一个教练 跟着他在后面走出来一个向后的一个怼拍 然后就是觉得太长了 然后他扭过来之后 再继续看这个玻璃上的自己的倒影 也是太长了 就是你有一个比一个赞还不够吗 走到那个地方挥挥手再见不够吗 需要那么长的荧幕时间吗 另外就是在这个全台上 就是太多太多场景 就是很多我们一看知道这个场景 人物出现了之后他要做什么 我们心里头知道这一定会发生什么 所以基本上没有反转 就是说这个作为一个喜剧来说 你几乎没有什么反转 唯一最精彩的反转 当然是在这个 他在全台上已经被差不多KO的时候 的这种对人生的短暂回顾 小宇宙爆发那一瞬间 对不对 他给我们透露了更多的细节 但是仍然是觉得说 那个地方 如果再回去作为一个整体的看的话 也许选择那个时间点 也不是特别的到位 就像李雪芹和那个乔珊 那个朋友背叛这个事情 他们在这个 首先那场戏和那场关系交代的就非常的笨拙 就是效率非常的低了 然后很多的时候 我们确实屏幕上完全观众已经通过这两个狗男女的在床上的对白 已经知道他们的动机和想要做的事情 还是在饭馆里头纠结了那么半天 就是感觉是为了戏而戏 为了演而演 就是能不能再稍微再快速一点 而且当贾琳从这个离开桌子之后 走到镜头面前的时候 他最后不是来个 就是说这个其实都没有必要 那场戏完完全全可以结束的更早 也甚至都不需要提到这个当伴郎的概念 伴娘的概念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有 他已经铺垫那个台词 我们知道他不是没有用的话 我们知道后面必有回响的 而且当最后我们就简单的直接看一下 你说这个镜头 已经是我们第二次看到的时候 贾琳从 而且这地方有一个贾琳直接看镜头的 我相信这是一个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为了说打破第四道墙的一个设计 而是说导演本人可能就忘记这个镜头拍完没了 所以就很尴尬 这个过去之后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失败的 这个镜头的设计是非常非常失败的 就是说 我倒觉得这个追忆往后面前头压制一下 然后放到最后去 让我们看到更多他这个英雄味道伤心处的 平时那个状态的话 是挺好的一个想法 可是呢 这个镜头首先从这个已经交代了场景了 对吧 我觉得就是说 镜头回来拉交拉到他的特写之后呢 他还是做了个老好人去了 然后其实是不起眼的一个角色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 这个台词本身设计的是 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就是说 怀宝宝了 这个事情其实已经交代过 然后我们 这是第一次主人公知道了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 这是一个三重四重多重的多重伤害 对不对 那这么一个关键的台词在出来的时候怀宝宝了 你看主人公的这个反应就是说 他是麻木的吗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麻木 就是说人再怎么样 他被持续伤害之后 就是说我的好意被你们这样滥用 然后你们仍然 即使知道我在旁边的情况下 仍然要去说的话 这是可以稍微做一点点文章 对不对 而镜头刚好在这个时候 你说拉到这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吗 只是说交代这个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个场面 而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事情 实际上是说当他知道 其实他们已经瞒了他相当长的时间的这一个事实 然后我觉得如果说再残忍一点 因为喜剧其实是非常非常需要残忍的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觉得周星驰的喜剧还是好很多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觉得周星驰表现那些小人物里头 特别是他导演的那些里头 确实是超越贾龄的这个 不是不是一个级别的 而是说确实是比他好的太多了 即使周星驰可能还不是真正的喜剧顶级的大师 但是比这个确实是好很多 那我就觉得说像这样的一个场景 为什么不能在同样的屏幕时间内 更设计更多的一些伤害呢 对不对 比如说其他的伴娘遭到其他的这个男兵的这种戏戏戏 怎么说调戏 对不对 既然这个电影里头想去表现一些生活里头挺丑陋的一面 已经很接地气的表现了我们这个文化经常社会常态的一些人的没有边界感 没有基本文明的观念的这些东西 你像那些他的这些老板们杀衣也好 还是烧烤店老板 其实都表现出来极度的没有一个缺乏对人的尊重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素质 对吧 有时候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特别猥琐的人 你既然想表现这个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场景 你结婚的时候不能表现出来其他的那些如狼如虎的这些男兵 一看他也就不动担了 对不对 然后好像还是觉得说容貌歧视 whatever 那你甚至可以说 这个伴老的这个新娘新郎的时候 会埋怨他就是说我们照相的 你就不能笑一笑吗 就是同样的屏幕时间内 我觉得信息太非常的稀缺 是吧 就是你觉得说这里头就只有台词 而且很多台词还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就完全没有潜台词 这就是说文本里头就完全没有可以衍生了任何可以让人感觉到有意思的东西了吗 你像他那个什么亲戚电视台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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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茶表是吧 你们说的 你他把他利用了 是那场戏 只要他出现在那 把他去从派出所领出来 我们就知道这个结局一定就是他会答应 我们只是在等你 你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戏剧的一个东西 能够让我们相信他去他去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 是不是结果就是磨蹭磨蹭磨蹭 一会弄充充电一会干干啥 就是就是然后最后你说我们有任何的意外吗 没有啊 就是我们每一次他希望给我们制造的一些情绪上的推波助来的东西 能够让带着我们继续同理这个角色的东西 其实都比较欠缝了 当然贾琳这个本身这个角色 他还没有表现出来那个最真实的那一面人的那个弱点 就是说他一定 你不能说这个人的失败 只是因为这个世界在滥用他的好意 这就比较浅薄了 就是他一定是他自己主观上的这个一个一些弱点 当然这个电影本身也是关乎就是说一个人怎么去战胜自己的弱点 而不是最后变成了一个说我就要赢一次 我就要赢一次是这个人自我成长的一个最表面化 然后最权宜最没有价值的那一个口号 就是说我们我要赢一次 或者是就这个影片的yolo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活一次 这些都是这些口号式的东西 其实根本和这个意义毫无关系 我能理解 OK这是商业片 所以他必然要去把这些东西包装成一个大众 可以快速理解 甚至愿意把它做成很多这种迷失的人的座右铭的一个事情 但是这个座右铭不能够帮助到别人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本身编的一塌糊涂 然后其实角色也不不是特别的饱满 但是当他到了这个全开始训练权的时候 他那个力量开始爆发的原因是电影其实虚构的和记录的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 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电影这都是电影 纪录片也是电影 这个故事片也是电影 故事片里头可以有相当多的是一个细时的东西 纪录片的东西也不都是全然是只是记录 而是说带着强烈的一个作者的观点的 OK这个东西是可以被 被甚至说比那个 比那个叙事型的电影更加的叙事 就是加入更多抽象的东西 这就是我为什么戏谑在豆瓣上讲写了一个 我说贾林是有可能成为中国最接近Warner Herzog 就是和索这个导演 就赫尔佐格或者是德国的这样的一个人的 电影狠人的狠人 就是我是这么评价 我当然不是说真心的说每一个字都是 I mean I don't I didn't mean it 我不是说他真的可以和那个和索的那样 因为他们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人 对不对 和索就是一个几乎是一个哲学家 就是他是一个hyper intellectual的人 他就是没事干就使劲想各种各样的意义 对不对 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真相在哪 假象这些我们看到是真的吗 他这些能够代表什么 他总是在寻找各种各样的一些能够供我们思考 能够让他启发他思考的 对世界对人生对自己的内心 他始终是在思考 现在都那么老了 我相信他也没有太多年了 他也相对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 但是你看看他留下的作品 什么样的东西都有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也可以有比较的地方 就是还是赫尔佐格拍那个叫什么来着 路上行舟还是啥对不对 费斯杰拉德还是叫什么 就是他那个船翻过亚马逊那个山 他的很多的这种 其实有一种这样的决心去做一个事情的这种姿态 我是觉得他们在这个层面上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这你不得不承认 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目标感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说他就是为了做一个秀而秀 那谁不是为了做一个秀而秀呢 如果说这样如果说你能把自己活出活成一个精彩的故事的话 有什么不可以呢 就是说我们本身你觉得又有多真实呢 我们活着本身就是只是活出来一个故事 当你死去的时候这个世界留下的是 你能关于你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故事 就是你的片段 你这个角色对不对 我们实实在在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你说这是fictional呢 还是documentary呢 还是realism呢 这是现实的吗 这是虚构的吗 我们每一天就在实际上 你要面对的是一个虚构的明天 你是要活出来 你明天要怎么选择 这是你自己的 作为你自己的作者 再去想办法去要编写的东西 对不对 你还要演出来 这个演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我觉得贾琳 不管为什么 赚钱首先也没有不道德的地方 对不对 你怎么就觉得说 他是为了赚钱 就是啊 我为什么不可以赚钱呢 对不对 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赚钱 他也没有坑你的门票 他营销的就是这个东西 他卖给你的也是这个东西 你可以喜欢不喜欢 但是我觉得说 如果拿所谓的资本去说这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你比那个剧本里头的很多那种小人 我还要猥琐 就是你怎么就会觉得赚钱是一个 这个是个错的事情 但营销是另外一回事 很多人攻击这个电影的营销 对不对 说啊 这个他就天天发这减肥的东西 so what 对不对 他如果说这个东西能够触及到更多的观众的话 有什么不可以 对不对 你不想看 你想办法取关 或者whatever 你怎么去做就好了 这就是这个是 他是一个自由市场里头可以做的一个事情 当然就是说营销公司很多时候确实很low 这个他是因为大家的这个目标不一样 因为宣传公司的目标就是我要 我要去跟我给我钱的这些金主有个报告 就是说我要发了多少篇文章 你看有多少流量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就是说在一个好的一个市场里头 仍然可以把这个东西变得更加的符合人性和更加真实 刹的就是说有时候人们被虚假的业绩所裹挟着往前走 就像就是说很多的时候不是说B站准备把流量的 不要只是说看一个视频的 这个是多少个人在点击 而且说整个所观看的总时长 如果是改成这样的话 我相信我的频道确实能一下子跃升出来 非常非常前头 对吧 这是对我这个频道是有帮助 但是我确实能够理解人家不这么做 因为确实那么做的话 他怎么做这个生意 他这个生意的商业的模式 就是不能够让大家能够信服 很多的这种投放广告也好 或者是这种推广也好 怎么去评价这个东西 对不对 什么叫观看了多少 但这个观念不是说不可以改变的 这是需要教育去沟通 大家带着一个互相能够求真的一种态度 最后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市场 这就是我觉得贾琳其实你说他在中国电影这样的一个乌七八糟 那绝大部分99%的那个产品都是真的是垃圾中的垃圾 我真的是觉得说看一部电影就生一部气 这个电影你看的时候我也还是觉得这个好差 真好差 这就为什么不动脑子 这些为什么一点意思都没有 就这样就出来了 你真的不去侮辱观众的智商吗 但是他也有他真正和其他东西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真心觉得他从气质上 首先这个故事的大的价值观没毛病 对不对 他是一个温厚的角色 这个素质是值得我们去每个人都去培养的 我真真心的觉得就说贾琳就是说 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其实还是比较能够立得住的 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条件之下 能够创造这样的票房奇迹 这个背后实际上是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所以我就今天就说到这 我今天的时间就是这么多 所以等我7月的时候 我应该就没有那么忙了 我再跟大家更新其他的东西吧 也再一次 希望大家继续转发和关注 然后在我其他的平台上 包括小红书 小红书有个聊天群 大家可以加入一下 虽然我真的痛恨小红书 回头有机会跟大家吐槽一下小红书 那今天就这样 再见